嘉宜市有一群人 有的在地方电视台工作 有的在大学教书 他们志同道合成立了三昧堂布袋系创意木偶剧团 七年来设计的四座有125尊的木偶 许多人出高价说要买 但他们从来不卖 八月份还应邀到日本表演 受到了热烈欢迎 图建仙是一位英语补习班的主任 每天快乐地和小朋友在一起 手中把玩木偶是他最大的兴趣 他还有一个绝活 启程转折把声音多样性的变化 运用得浑南天成 让人惊讶连连 外号多多的王文志 是加一线一家地方电视台的控音员 台前录影节目 他则坐在控音室里 家庆就手里掌控声音的频率和高低起伏 不过他最大的嗜好 是帮木戴系木偶打扮化妆 甚至梳理头发 就像他和女朋友谈恋爱 其实帮木偶梳梳头发 就好像帮自己的女朋友一样梳头发 那种感觉就是很小心呵护着他 好像怎样 拿到博士在大学教书 担念助理教授的闻人红 热爱布袋系的程度不遑多浪 那我目前的工作呢 在大学当助理教授 在嘉义县市和他们三类一样 这么热爱布袋系有的 还有一群年轻人 每尊木偶都是他们发挥创意 集体创作亲手打造的结晶 到现在已经有125尊 每尊价值至少数万年以上 不过即使有不少层高价希望能够购买 但他们从来没有卖过半尊的木偶 这些作品去展览之后呢 会有很多民众还有粉丝希望可以购买它们 可是我们真的是花了太多心力 我们也舍不得卖 虽然我们大家都很缺钱 在布袋系的天堂里 一尊尊古代的历史连路木偶 活灵活现跨越时空来到观众的面前 封神榜的打击 那我们有点那种跨越时空的那种设计 就是用现代新娘的婚纱去设计一个古代神话的传说中的一个非常妩媚的角色 狐狸披肩啊 还有这个婚纱呢 我都是用跟比照现在的婚纱来设计 三妹堂直剑打出名号 上个月还硬要到日本艺术节展览标耶 同时在三百多个团体荣厚殊殊荣 受到日本人的欢迎 他们对布袋系的着迷 也鲜鲜感动许多粉丝 有的限制从台北南下加以衣物拍照记录 就是有在看布袋系的习惯 然后后来接触三妹堂之后 就是他们发现他们的藕非常的美丽 然后拍起来就是会很有成就感 几个大蓝人为了木耳都忘了结婚 因为布袋系是他们的最爱 我们的团员都是斗技的工作 工作之余我们花了很多的精神时间在木耳上面 早期被视为长中系的布袋系 在这群大蓝人眼中胜过一切 他们期盼能够继续为社会大众和弱势团体表演 也希望这些有用心让传统布袋系可以远远流长 创新传承三妹堂 民事新闻 郑隆文嘉义报导 请不吝点赞 郑隆文嘉义报导